而不让美国的主流餐厅专美于钱 美食天堂洛杉矶呢 在华人新移民的努力之下 不只传承了中华美食 有一家知名的臭臭锅店 更是不断的创新 把近年来风靡中国深圳的奶盖茶 变成了好吃的奶盖锅 一起来看东森新闻记者 叶洪志来自洛杉矶的独家报道 这是最新的奶盖锅 请大家听见 亲自端出创意新料理奶盖锅 只见雪白钙奶慢慢流入咖喱汤汁中 奶香中蕴含咖喱香的完美搭配 再加上丰富新鲜的火锅食材 这就是沸点臭臭锅研发主厨 Andy徐2017年的最新强大 我在中国深圳 然后在考察当地奶盖饮料 是非常火红的 所以我就希望把这个奶盖 加入我们的锅里面 在反复测试了很久 我用了不同的奶跟鲜奶 跟牛奶的比例 盐 起司 各方面 所以调出了这一款的奶盖 比较适合在我们汤里面 比较融合 比较奶盖是比较甜 所以我们这个也是因为 配合我们的汤头 那我们的咖喱这一支 也是特别选择比较 上讲应该是 有偏印度口味的咖喱味道 不是像我们日式的那种咖喱的风味 选在南加州圣盖博士旗舰店 举办试吃会 奶盖锅一上桌 只见各年龄层的幸运来宾 各个都开心到何不容嘴 要品尝这锅前所未有的好滋味 口感非常好 因为吃得出材料都很新鲜 然后每一样东西 感觉也是很有精心 有花心思去想怎么制作的 所以我真的是蛮喜欢 这个汤底是我吃过最好吃的 这种果果汤底 有很多不同的材料 很适合年轻和老人 一起过来品尝 除了奶盖锅大受欢迎外 说起沸点抽抽锅专卖店 能承载每一份精彩美味的秘诀 还包括贯彻美式管理 用心经营试吃会外 每一锅下面更使用专利炉炬锯锅底 是拥有美中台与加拿大 国际级的专利保护 它是一个保护一个外观的这个长相 那所以就是说当一个消费者对不对 看到这个锅子的时候对不对 就会知道说这个就是沸点的产品 然后所以他们这个外观非常的unique 那就美国政府就给他们发一个外观专利 他们真的很努力地去做开发新的产品 让我们有东西让他们去推荐这样子 所以它会很容易地工作 如果他们很努力地用这个产品 从2014年南加州开设第一家分店 到2016年在深圳开设中国第一间店面 13年来沸点抽抽锅专卖店 不只在南加州拥有12家店 坚持诚信 正直 尊重与关怀四大目标 更积极申请国际商标推动中央厨房 晚上我们的同事就会下我们明天要点的单 其实我们中央厨房当天早上开始才配 当天要送的锅 晚上都送回去 所以这样讲应该是 消费者我今天要花钱的时候 我知道我吃的东西是永远是非常 Consistent的话对不对 那我就要去有这个形象 那这个形象的话对不对 最好就是升级一个商标 打造出全球24家分店 却不因此而满足 沸点抽抽锅专卖店坚持使用 通过安全认证的食品 不只口味地道而且成分优质 加上服务从人性出发 要让每一位顾客都像回家一样 安心愉悦地重新品味生活 好吃 东西新闻李仲瑶 叶宏志 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